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备受关注的农家女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一事 有了新进展 6月13号山东贯县人民政府通报称 依据联合调查组进一步调查情况 燕庄街道办事处已对顶替者陈某某解除聘用合同 县纪委监委对其立案审查 并将其涉嫌违法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正组织开展调查 县委县政府将依据调查结果 对案件中所涉及的人员依法依据依规严肃处理 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